朱宗慶打击乐团每一年都会举办儿童音乐会 今年他们把乐器化身成快乐巴士 带小朋友了解世界各地的音乐特色 像是苏格兰的进行曲 阿根廷的Tango 以及热情的巴西森巴 还会搭配手套舞 跟小朋友一起在游戏中享受音乐 前一秒还是苏格兰进行曲 下一课就变成阿根廷Tango 朱宗慶打击乐团儿童音乐会 今年要带来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 用含有这个过程里面介绍音乐 介绍节奏 介绍乐器 介绍组合 包括肢体跟音乐的一个结合 让小朋友能够更容易 更自然地去对世界音乐的 一种接触跟感染 除了世界各地的招牌音乐外 还搭配华尔滋的手套舞 白色手套就像是小鱼一样 穿梭在音符之间 开场去提花纳森巴 更是带来巴西领骨巴西哨子 让观众耳目一新 朱宗慶打击乐团儿童音乐会 今年迈入27周年 三个月的时间 要在全台19个县市 带来45场演出 艺术总监朱宗慶说 27年来每一场演出都不一样 希望能够带给小朋友全新的体验 朱宗慶打击乐团 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呈阳 在音乐等魔法世界